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今天的話題就是 有一單小小小的新聞 足以證明 今日有一單小小小的新聞 足以證明 美國是百分百可以 百分之一千可以 是趕絕中共 只有一單小新聞就看到 你不要以為他會罵 原來美國佬真好 我還沒說之前也要呼籲一下 希望大家通過Youtube Superfans 右上角有銀碼標誌 超級多謝 有銀碼標誌的銀碼標誌 按一按就可以隨緣樂作 另外 我啟動了 Patreon 小大在Patreon平台上免費試看 一個這樣的服務 大家可以免費試看兩個星期 即是14天 才可以再決定是否去 做訂戶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 不妨試試 不虧的 方法很簡單 你只要Google搜尋 打入852號報adpatreon 852號報adpatreon Tatreon 跟著跟幾個步驟 就可以留定戶 有免費 14天試看 直接輸入網址是www.patreon.com post辦移 www.patreon.com post辦移 言歸正傳 正所謂一指錯 滿盤皆落索 一指錯已經足以令到滿盤皆落索 更何況是兩指錯 三指錯 四指錯 四指錯 四指錯呢 習近平可以說是 錯判了很多東西 隨便說給大家知道 真是錯判超過一百樣東西都有 啊 真是 真是勁到沒有朋友了 他錯判什麼呢 好像說錯判清零好過 與病毒共存 錯判中國疫苗 好過外國疫苗 錯判俄羅斯的軍力 錯判烏克蘭的能力 錯判歐美國國 對俄烏戰爭的反應 錯判中國經濟的銀力 錯判民營企業的重要性 錯判地產市道的脆弱性 錯判圍台軍演的反效果 錯判日本不敢大拒降軍 錯判南韓不會發展核武 錯判滴走胡錦濤的國際反響 錯判大搞清一色習家軍的黨內反應 等等都是錯判的 不過那麼多個錯判裏面 習近平最致命的錯判都還是 他錯判 美國已經衰落 他錯判中國已經崛起 以致 他錯判東升西港 錯判事與世都在他那邊 事實上 單是看 今天 出現了多少宗 小小小新聞 就足以證明 美國百分之一百 甚至是百分之一千 可以趕絕中共 以小見大就是 各位 這宗小小小新聞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為意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路透社暴動 有兩個知情人士跟他們爆料 明天 即是1月27日 星期五 明天 荷蘭和美國的官員 就會在美國華盛頓 華府會面 做什麼呢 談全球最大 兼最先潤光刻設備製造商 就是光刻機 極光刻機 極光刻機那些都是 全球最先潤光刻機的製造商 這個荷蘭 的 ASML 艾斯摩爾 ASML 向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 潛在新控制措施 新控制措施 什麼新法呢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 還跟路透社說 再爆多一點 說什麼呢 就說 如果 美和雙方 能夠就著世節 達成共識的話 這份新協議 最快就可能會在同日 即是明天 即是明天 1月27日 就簽了 就可以宣佈了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可以說是美和聯合主演 不用急 不過要快 就是這樣 基於之前荷蘭的 ASML 公司已經應美國的要求 不再賣最先進的光刻機給中共 尤其不再賣給 中共的龍頭 半導體企業 半導體製造企業 中心國際 令到中共 不可以生產14納米以下 的高端半導體晶片 不用指望 現在最厲害的都是 所謂7納米 但也不行了 不要說人家是台積地 發生了2納米 不要說那麼多 總之 28納米 那些可以做到 放在私家車上 還可以勉強通的 放在Tesla上 還可以勉強通 再精密一點的就不行了 這一份就是舊協議 舊協議已經談好了 現在談新協議 即是美和官員 將會在華盛頓談這份新協議 在華府 相信美國要進一步 趕著中共 即是說美國 會要求 荷蘭的ASML 連低端的光刻機 都不賣給中共 連28納米都未必做到 當然現在有些自己做都做到 用舊機都還可以 但會折舊的 折舊員 壞了的時候 怎麼辦呢 零件都不知道怎麼拿 零件是美製的 告訴大家 ASML的光刻機 很多零件都是美製的 裡面的科技的設計 都是美國的 所以荷蘭怎會不就範 也沒辦法 即是說美國要求荷蘭 的ASML連低端的光刻機都不賣給中共 搞到中共連低端的半導體晶片都生產不了 變相回到Franceton 聰明笨伯那個石器時代 問你屎了嗎 哎呀真是 董輝也變相似的 除了像維尼之外 都很像是董輝 很像是Franceton 基於荷蘭ASML的光刻機 裡面 剛才說過了 有很多設計和很多零部件 都是來自美國的 其實是美國的 美國人設計很多東西 他出努力 他出努力出汗 那種呢 賺最多的 你看蘋果手機就知道了 你看iPhone就知道了 那再加上呢 ASML舊年的營業 總是不升反國 還預計呢 今年即2023年的營業 會再升25% 已經沒有了那麼多大陸生意 都那麼好 所以沒有問題 再加上台積田和三星 這兩個超級超級大戶 台積田是最大戶的 都會在歐美設廠 設廠又要來的光刻機的啦 對不對 所以呢 ASML肯定是願意和美國合作 沒有問題 那種 都是做生意的 做少一點 這邊少了那邊多了 沒問題的 唉 那就不單止意味著 中共高科技發展 不單止是原地踏步 只要不進則退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突然出現一件事 一件事 說完了 就是什麼呢 甚至就是 美國一伏旗 馬仔回來 一起 打中共 習總實 停屎 喔 一起打中共 習總實 勝死 真可憐 習總實真是 抵屎有餘呀 你用這個石器時代 北京猿人的智力 唉呀真是慘了 你以為用這些智力搞得定 李瑞就是毛澤東的秘書啊李瑞說他得小學水平 沒辦法 他以為自力 就一定可以做到更生 以為自主就一定可以做到研發 首先你不可以啦 科技上看國產疫苗就知道 殊不知你不需要看一看大環境 全球化 其實起碼 化了三四十年 中共也是最大得益者啦 世界工廠就是這樣來的嘛 是不是 那麼全球化就意味著 整個供應鏈 啊就是以前呢 在一個國家裏面 A浮B浮C浮 你做零件他就裝陷你 什麼什麼 現在不是 將全球當一個地球村 那麼美國設計 iPhone就很明顯 美國設計 在中國組裝 這樣的嘛 其他零件有些是日本來的 有些是台灣來的 台積電來的 有些是哪裡來的 三星 那個屏幕是三星的 那是組合來的嘛 是這樣的啊 所以強於美國都不可以單獨製造出一件產品出來的 是這樣的啊 而半途體更加不可能啦 那你中國憑什麼可以自主研發呢 你憑什麼可以自力更生呢 你憑什麼可以自己飯碗自己端呢 就是這樣啊 沒有可能 連強於美國都沒有可能自己 從頭到尾做完 就算將來都不行 美國呢 現在用的方法就是吹雞 叫了一些朋友 一起幫忙 你最好在美國設廠有些啊 尤其台灣的那些 台積電那些 但是實際情況都是要 去日本拿些東西 美國 去台灣拿些東西 去南韓拿些東西 去德國拿些東西 有些油路的嘛 實際這樣才是全球化嘛 你都不化的 真是慘啊 你這樣都不明白 還停在一些小龍思維那裏 什麼小龍思維呢 小龍DNA 小龍思維就是 永遠有幾某田 看著那個山左著 看不到山後面的東西 不理的 一輩子都沒有出過醒的 出醒一次 可能是一輩子最大件事的了 就是這樣 這種小龍思維就是 永遠看著那幾某田 望天打掛 就是這樣希望天 不要啊 下大雨 也不要旱災 這種思維 什麼都是自己飯碗自己 搞定 吃了就去吧 就這樣吃 最多是以物液物 在襯虛的襯 不行啊 大哥 全球化 雖然說去全球化而已 但是有很多東西還是要這樣 是不是 沒辦法 這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 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必定是這樣的嘛 真的啊 你還說自己是列寧黨 列寧先鋒黨都不明白列寧主義是怎樣 你去安排吧 是不是 事實上 台積電 之所以那麼重要 之所以被稱為台灣的護國神山 各位 搞到歐美國國有的美帝 都要照著台灣 沒有他的 原因不是因為台積電 只是做半導體來料加工 那麼簡單 美國給你拿打 你幫他做些東西出來 做個晶圓出來 那麼簡單 唉 因為現在來料加工 不是這樣的了 事關現在半導體晶圓 代工呢 都是一個很尖端的科技來的 那個糧率呢台積電是出名的 九成多 超過九成九十五個巴仙以上的糧率 就是優糧率 那個 誤差率那麼精密的誤差率也只有幾個巴仙 他也要AQC的當然 是很令人害怕的 那個要精密的科技 但是這個科技 這個工程呢 是要累積經驗的累積幾十年經驗的 那就是這個 這個半導體晶圓代工已經發展成為一項極之精密 極之需要高科技的工程 工藝來的 而台積電 就累積到幾十年慘痛的經驗 累積了幾十年的功力 才有今時今日 這個那麼高的製造水平 以致強於美國 強於日本 強於德國 都沒有說我開一間廠 精圓廠 精圓代工廠 精圓廠就可以了 德國做了九世 尤其美國 那麼多水 要做創投用什麼 Venture Capital 大把創投基金 還有創投資本家 Venture Capitalist 如果可以的話一早就做了 就不行了 現在都要台積電在那裏設廠 因為經驗是幾十年 你要記住 張忠謀 搞台積電打了幾十年 所以強於美國 強於日本 強於德國 都沒有可能在十年八載裏 追得上台積電 沒有的 有些東西沒有就沒有的 試問你中國什麼什麼 龍頭企業 半導體企業 中心國際 怎麼追呢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追 美國都追不到 日本都追不到 德國都追不到 看到燈尾都當你贏了那一隻 燈尾都看不到 真可憐 現在實情是這樣 所以沒得說的 浪費氣 好了 言歸正著 說回美國 怎樣有能本事 趕著 中共 由半導體來說 其實 半導體是冰山一國 其他事情犯犯都是這樣的 不過半導體更加 精彩 這是將來 只有半導體 只有天下 以半導體為例 美國除了要荷蘭的 ASML 不賣 光刻給中共之外 其實已經採取了大巴牛 為政策 圍堵政策 踏實你了 真是contain了你 好像說美國要台積團和三星 也不賣高端正面給中共 已經決定了 是不是 即是台積團答應了 三星也不能不答應 如果不是 三星的太子要怎麼放出來 是不是 還有 就是 嚴格規定 接受美國補貼的半導體公司 最初用來晶片令 美國最好排通過的晶片令 嚴格規定接受美國補貼的半導體公司 當然自然包括台積電和三星 都收了水 在未來10年 起碼在未來10年 都不可以到中國大陸投資 突然抽空了10年 之前已經不給高端製造機理 江客機來的 現在 連低端江客機也沒有 這樣 等於什麼 現在不可以大陸投資 等於撤斷了中國發展半導體的大橋 港珠澳大橋 砰一聲斷了 超馬大橋 大橋是英國老氣的 港珠澳大橋突然斷了 你說死不死 半導體港珠澳大橋 半導體長江大橋 倒了 你說死不死 最近 美國政府還規定 美國護照的美國公民 都不可以在中國半導體公司上班 最影響自然那些海龜 大陸老 在海外 讀書 拿著美籍 那種 搞到很多中國海龜 唉 沒可能的 都是游回美國算了 或者去其他 西方國家打工 去台灣打工也行 不過又不怪他們的 那些海龜千辛萬苦 可能女生又要獻身 才搞到美國護照 市民 又怎可能為了在大陸打工 而不做美國公民 台積電打 不要緊的 張宗謀都有美國護照 另外 日經新聞 早前報導 美國電腦製造商很大 美國全球排第五 Dell 戴爾 就宣佈 小弟也是在用Dell 很好用的 尤其是由直銷起家 將 價錢 即是用直銷的形象 將價錢按到比較低 小弟就在用 比較便宜的 小小的戴爾電腦 那麼 Dell就決定 宣佈了 在明年 明年 大家聽到2024年 就完全停用中國製造的晶片 不用了 不過也不用 把袖啦 用台灣那些用什麼 那麼差勁 不過最初打算是便宜的 那你又 有競爭力的價錢 就用你了 現在不用了 哇 多糟糕 現在Dell已經通知了 一眾的供應商 叫他們要大幅減少在產品裏面 中國製造的零部件 零部件 的數量 盡量減少 不要減少 如果被人發現 又不行的 美國佬如果耍你 有裏面的 麻煩你拆掉你才賣 那就糟糕 好聽的就是 要推動 供應鏈 產地的多元化 即是供應鏈 不要在中國來 而 因應 美中 緊張的 關係 緊張的局勢 總之 由這件事可以看到 在中美爭霸 已經成為了全球主權率的情況下 其他國家都事必 要選邊站 而基於過去一百年 起碼一百年 美國都是全球新趨勢 新科技 以及全球新經濟的 殘忍者 再加上美國在政治上 軍事上的保護散作用 所謂Pax America 美國和平 即是 其他國家 尤其是西方國家 一旦要選邊站 根本就不用選 亦都沒有得 選 一定是 選 美利堅 都選去你那邊 什麼都傻的 非洲窮國沒辦法 等錢花 這些不是 而該死不會病的是 連中共自己 幫助美國 變相幫助 不用說什麼事 在過去三年 搞什麼 封城 你中共實施 習總理實施動態清零 動輒封城 這些 搞這些事情 可以說是 自我隔離於世界之外 自我隔離無關 不關我的事 你還不讓我進來 甚至乎可以說是 自絕於天下 中共這樣做 對一眾外資來說 大領落架 因為他們要承擔很高的風險 做生意 只是計算風險 雖然 高利潤 一定高風險 但是現在未必高利潤 但又高風險 那怎麼做呢 不做了 走 事實上 很多外資企業 都領下了 其中最為人熟悉 亦都成為了新聞 上了很多新聞 領下的外國企業 只不就是Apple 只不就是Tesla 一度曾經令到 馬斯克 沒有了世界首富的位置 雖然在無奈之前 習總實機無神 放棄清零 忽然躺平 一切又好像回到以前 胡溫時代的 我們重視民企 什麼什麼 與人為善 好像回到以前 胡溫時代的 Good old days 好像是這樣 習總最近還叫他的同學 中學同學劉鶴 副總理劉鶴 臨時 臨別都抽了 美國裁長 耶倫 在瑞士達福斯 世界經濟論壇 唱好中國 說好中國故事 說中國翻賣 就回來了 Jala is Rebecca 你也傻了 因為一來 已經三年 三年了 過千日 很多外資 已經撤出了 或者實際上已經部署撤出 二來正所謂一招被蛇咬三年怕草成何火 三年都被蛇咬 被你咬到腳都爛了 是不是 即是說三年來是被你中共玩到殘 玩到謝啦 仲禮 沒有吧 另一次 另一次就說平常而已 兩次是反常 三次是失常的 不行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即使習總又在那裏扮了與人為善 西方各國 都集體表演 集體表演什麼呢 彩利刀索 乾弟走得摸 沒有人想做乾弟 現在美帝吹雞呢 就可以說是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的東風來的 當然也重要啦 這陣風 一聲吹 不是西風來的 萬事俱備 只欠西風 只是西風來的 總之各位 由於習總 一錯再錯 三錯N錯 尤其是錯判東升西降 尤其是錯判中升美降 就令到美國 更加有本事 有條件 去趕絕中共 而半導體精免正如我之前所說只是冰山一角免頭那一針 其他判數 很多判都是 監控海康威士呀 什麼其他東西 孔子學院呀 文廢都是 查實都出現同樣情況 你被人大包圍圍 就是這樣 總之這趟真是 全國山河一片紅 全球盟友都反共 全國山河一片紅 全球盟友都反共 等你習總 打算這麼過癮 搞全國山河一片紅 美帝就搞全球盟友都反共 問你屎味 好了 就說到這裏 再提提大家 大家可以一邊看片 按YouTube的Superfans 超多謝的Dollar Sign 銀碼標誌那裏來支持小弟 另外 免費試看 14日 的Patreon 就是小弟在Patreon的 那個平台 那麼 如果要進去試看 免費試看 試聽 方法很簡單 在Google只需要放入 852號報 Patreon 852號報是 Patreon Patreon 跟著幾個步驟 就可以免費試看 14日先 那 當然 都可以 故意付費小弟 匯方銀行銀戶口 hsbc戶口 匯額號號 是 68097 878838 68097 878838 總之 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 揭存所能 想盡辦法 紐盡6入 繼續堅持 很多謝 делают D JC economic 我们下期再见